Yoshi 那我是曼 想起以前小時候有一陣子蠻沒偵探系列的作品 我都會守在電視前面啊 就為了看柯南 也會到圖書館借亞森羅平和福爾摩斯的書 但其實我喜歡的都不是跟他們一起解謎的部分 是在他們經過一連串的調查 破解真相的那一刻 頓時間豁然開朗的感覺 一邊讚嘆邊教本的人真是厲害 我們熟悉的推理劇 基本上都會夾帶著懸疑的氛圍 在以前很受歡迎 不過最近這幾年因為ACG的風氣 也多了蠻多日常向的推理翻 都有不錯的迴響 所以我今天要來介紹 除了柯南以外 還有哪些值得推薦的推理動畫 首先第一步 不負重望是近年來的良心之作 冰果 描述一個能不做的事就不做的 潔能主義少年 在進到高中後 受到各個角色的影響 然後莫名其妙進的社團 做著超不潔能的活動 而漸漸被改變的故事 聽起來超級無敵青春了吧 不過一開始我對冰果的印象其實是 恐怖 因為我在看第一集的時候 我不小心被鋼琴教室裡面的女學生嚇到 就會怕說這該不會是不靈異的作品吧 後來發現 明明他們參加的不是偵撼的社團 卻意外了很多推理部分 他們的推理幾乎都是圍繞在校園 以及他們身邊的小所事 甚至會覺得有點 無聊 我說的無聊的意思 並不是貶意 就像以前在學校跟同學打打鬧鬧 男生在那邊阿魯巴就可以玩得很開心 但女生們通常都會翻白眼 好 這個例子好像有點極端 不過我想要表達的是 主角他們在生活當中抓到了一些樂趣 那些樂趣可能只有當事者覺得有趣 主要是滿足好奇心跟排解無聊的一些小消遣 所以我在看的時候覺得很有共鳴 我以前好像也會和朋友在那邊研究一些有的沒的 而且還蠻快樂的 想想就會覺得 真是青春啊 所以雖然賓果裡有不少小事件 讓他構成一部推理番 但他的底子還是屬於校園青春戀愛喜劇 裡頭掺杂著很多青色可愛的元素 男女主角互動時不時的讓人感覺到甜甜的 相較一堆都是蕃茄醬的殺人現場 冰果的出現讓推理界吹起一股清新的風 個人對這種蠢蠢的小悸動最沒有抵抗力了 因此我要來介紹一款 也是戀愛推理的手遊 未定事件部 如各位所見是一款戀愛及推理要素兼具的遊戲 玩家扮演律師的角色 與四位不同類型的男主相遇、相戀的故事 每位男主角都擁有專屬的感情分線 玩家可以探索他們不為人知的利益面 下一頁 看似開朗但內心意外藏著許多秘密的私家偵探 佐然 是個嚴格的精英律師 唯獨女主角可以讓他卸下心房 墨玉是個略顯神秘的心理醫師 總感覺在不經意間就會被他看透一切 而在關鍵時刻 亦會展現出深藏不露的強大 陸錦和 看起來是個玩世不共的富二代 但私底下的他 是個樸實對藝術熱愛的男孩子 雖然說遊戲基本上以攻略為主 但推理的部分也是很講究的 玩家需要到現場調查 透過3D的場景去獲得線索 還要觀察嫌疑人 必要的時候還得放大嫌疑人的臉部特徵 去尋找蛛絲馬跡 找尋真相的過程也會像一般的律師一樣開庭辯論 認真的需要動一點腦 可惡 原本還想要無腦通關的 不過不用擔心 你不是一個人 四位男主會分別出現 在不同的劇情幫助你一起解謎 展現智慧的同時 順便增加對方的好感度 你覺得純戀愛遊戲太單調嗎 那你一定要體驗看看這款 2020最新戀愛推理手遊 未定事件部 各位 我想大家已經都經歷過那個超中二的屁孩時期 筆記本不難認真抄筆記 每天都偷偷把討厭的同學或老師寫在筆記本上 然後妄想成為新世界的神 對吧 標狀就是你 那段真的是黑歷史 總之我想說的是 死亡筆記本在當時對社會的影響也是頗大的 而且放到現在來看 依然好看 死亡筆記本的世界觀很特別 死神界的死神 只要把人類寫到特別的筆記本上 就可以讓人類死亡 但由於一個叫陸客的死神 活得太久太無聊了 就把筆記本不小心丟到人間界 而且剛好被智力MAX的主角 夜神月剪刀 開始了名為除惡 實為瞎人的正義活動 他不是標準的英雄類型 也不算很傳統的推理劇 但方便地去尋找犯人 死亡筆記本是雙向的 描述關於站在天平兩方鬥志的過程 在月大規模的除惡後 果然引起國際的注意 讓專門在處理國際刑案的L 親自出面 對月造成極大的威脅 L馬上懷疑月就是其樂 月必須快速想出應對的方法 同時還要尋找對方的弱點 透過你一招我一招 讓月和L這兩個人之間的對手戲 越演越烈 這種燒腦的鬥志戲碼最過癮了 此外 作者還創造了一個互相拉扯的價值觀 就是 你會認為其樂是正確的嗎? 這句好像現在一直吵到不行的死刑議題 要不要廢除死刑都有各自的擁護者 而且雙方的理論都很合理 總歸一句 無解 這並不是像英雄電影 你可以很自然地支持英雄 但為什麼英雄可以殺掉壞人 嚇到殺人就被當成壞人 這種是非定義很模糊的問題 正是死亡筆記本迷人的地方 雖然死亡筆記本有了奇幻、黑暗等等的元素 但他並沒有偏離偵探推理這一塊 推理劇本身就是靠著整命的邏輯 去支撐著作品 為了要有合理的解釋 去維持整部作品的邏輯 作者都會不小心 又有把漫畫的對話框塞滿 對!有! 雖然死亡筆記本就像是一本有圖案的小說 要花費蠻多精力去理解 這個部分動畫就改變得很好 還原原作 並且大幅減少少少畫的時間 所以我個人給死亡筆記本的動畫 很高的評價 重啟《校良田》也是一部校園推理動畫 描述在日本某處的小鎮 校良田 有半數以上的人擁有超能力 很奇怪的是 只要一出校良田 馬上就會忘記跟超能力相關的事 是不是以為有超能力 就像某部以文學知名行戰鬥之意的動畫 しかし 超能力在校良田不是這麼一回事 超能力就像是吃飯睡覺一樣的平常 並不會有人把超能力拿來用 然後說我要成為新世界的神 不過只看前集畫的人 應該很容易被他的一些點勸退 第一點 他沒有青色複雜的人際關係 也沒有令人 TOKITOKIT的粉紅泡泡 整部作品給人的感覺就是 男主角面攤 女主角面攤 愛貓少女面攤 每個人家也會開的面攤 第二點 面攤又加上角色 猶如放毒的演出方式 語氣平淡卻噼里啪啦說了一堆哲學理論 君の髮はとてもきれいだね とてもきれいだから きてしまったほうがいい 意味がわかりません 不小心放空的話 就會很難理解剛剛的對話 再講三回 第三點 背景音樂都很日常 導演並沒有運用太多特別的手法 像在看一部乏人問盡的文藝篇 聽說小說的寫作手法 本來就是像這樣子 導演只是忠實的呈現出來 不過我沒有看過小說 這部分就沒辦法討論了 對於習慣看緊張刺激的人來說 重啟孝良田或許不是那麼友善 但我在看完之後覺得蠻舒服的 因為沒有過多複雜的要素 所以顯得這部作品的邏輯通常 一記二十四畫 前面是由單元句構成 但後面開始 這些小小的直線 會交錯變成一條大主線 然後 所有的小細節 埋了梗 在最後都被好好的收回 這些細節很值得好好探討 所以重啟孝良田 我會推薦給喜歡慢慢思考的人 最好就看個兩次以上 這部相較其他作品 他算是很新 也蠻冷門的 剛出來的時候 並不是很看好 因為他的動畫公司 曾經有一些不好的傳聞 而且上部的作品 幫我程度非常的 ヤバイ啊 不過我看完之後 超乎我預料的好 劇情懸疑 結局沒爛尾 整體中規中矩 是可以推薦的作品 故事一開始 主角醒來發現 躺在一個異空間 身體被分成好幾塊 不知道自己是誰 為何躺在這邊 而且他的附近 還有一具女孩的屍體 當他看到女孩 他馬上想起這個女孩 叫做小蛙 而且他是為名偵探 必須要解決小蛙被殺死的原因 今天介紹的推理範中 一斗大概是最正統的偵探作品 不過剛開始看了一頭霧水 世界觀還沒被建立的情況下 就被暴力的拉進世界中 原來那個空間 真的是虛擬空間 在一斗的世界觀中 因為發生了大規模的殺人事件 而且手法都相當劣奇 警方透過一個機器 來收集犯罪現場犯人留下來的殺意 然後放到名叫網上女的系統內 由人類進到虛擬體中調查 虛擬世界就是犯人心理的投影 藉此來得知犯人背後的動機還有行蹤 而且很特別的是 每一個犯人的動機都不同 所以創造出來的世界和小蛙的死法都不一樣 開動手的世界為什麼分崩離析? 絕目者的世界為什麼是一個頭尾相連的循環列車? 詭異的空間讓解謎的過程變得很有意思 其實這部跟精明的盜夢偵探蠻像的 一樣都是深入人類的潛意識 然後去獲取資訊 不過我相信有些人會覺得盜夢偵探內容比較硬核 不好使用 那這部或許是個不錯的入門款 好的 以上就這四部 我覺得值得看了推理動畫 況且我在挑選名單的時候 本來大概有九部吧 不過不是劇情太飛 不然就是推理成分太少 符合這次條件的就剩四部 有沒有也是你很喜歡的推理作品 但是我卻沒有提到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 地方佳女良心製作絕不脫稿需要您的關心 記得開啟小鈴鐺 到粉絲團按讚可以追蹤IG 下次見 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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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